女人第一次相亲却故意一身非主流的打扮 在富二代面前扯着大白嗓子唱歌半丑 想要吓跑对方 却不知自己闹了半天是来错了酒店或错了人 直到后妈的电话打来甘雨 才明白对面的男人并非自己的相亲对象 挂完电话的她气愤指责男人 为何不早说清楚把自己当傻瓜 当听到对方秘书说房间已经定好 误会的甘雨立马取笑男人 是和富婆鬼混的软饭男一顿嘲讽后离开 然而就在她准备驱车离开时 却意外瞟见父亲正和一名年轻女子挽着手 从酒店出来后分开 本就生气父亲经常花边新闻满天飞的甘雨 看到这一幕就火大 眼看女人就要驾车离开 气头上的甘雨一脚油门踩下去拦住了对方的去路 敲开车门后不等对方反应过来 就迅速将一瓶水倒在女人脸上 被倒一连水的扇机大骂 今天是遇到了个神经病立马报了警 警员想让俩人和解可甘雨认为自己没错 他还想告扇机和已婚男人的关系不纯 直到在警员对他进行酒精测试 提醒他体内的酒精指数足够他进去蹲半年后 甘雨这才想起刚刚相亲时自己确实是喝了不少 他解释自己早就叫了代价 只是要将车开出停车场 一旁善机取笑甘雨提醒他 别太得意自己前夫可是律师 而警员问两人和男人的关系时大家都没说出口 吵到最后互不相让的两人坚决不愿和解 而动不动就要在记着媒体面前替老公澄清花边新闻的秀琳本就生气 在得知甘雨没去相亲更是火大父女俩没一个让自己省心 面对甘雨的解释秀琳认为 他就是在狡辩系数他从小到大就只会惹麻烦 刚回国的妹妹也在一旁挖苦甘雨 也该到了要成熟懂事的年纪 母女俩对甘雨的态度看得出来 这些年甘雨在这个家并不别待见 而父亲虽然也常常指责甘雨的 不是可是心里对他的爱一点都不少 他让老婆别动不动就让甘雨去相亲做他不愿意的事 好好把他带在身边培养以后好直接接手会所 此话一出后妈母女俩脸色大变 而隔天韩富得知女儿找茬姬闹到警局后 原本是要甘雨去给茬姬道歉 可甘雨责怪父亲一大把年纪还找年轻女人 尽管韩富解释善姬只是自己常去酒吧的老板 可在心里认定俩人关系不纯的甘雨 越说越气氛怪他行为不检点才导致母亲离态 被打的甘雨更加的委屈不甘心 宁愿来做社会服务也绝不认错道歉 可就是这样的一次经历却让他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个位置动心的男人 而他不知道的是男人圣周就是善姬的前夫 老公常常花边新闻缠身 女人虽然生气可在媒体面前也不得不强言欢笑 一次次的来给对方澄清绯闻 原以为这次又是媒体扑风捉影的报道 可直到他八门边偷听老公和妓女的对话 才得知事情并非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当在手机上面发现最近和老公闹绯闻的女人 竟是一名三十多岁的年轻女子时 秀玲气不打一处来 立马就要联系记者将女人找出来 原美劝母亲不要太过冲动行事将事情闹大 可对于秀玲来说 在这场二十多年的婚姻里自己何尝不委屈 她将所有的一切都寄托在女儿身上 只希望她事业有成嫁入豪门 很快秀玲就查到善机地址 并故意开着甘雨的车前来 果不其然就发现 不远处交谈甚欢的二人 正相约着一起去看舞台剧 眼前的一幕让秀玲整个人血液暴流 没多久善机的酒吧 就被几人冲进来打砸一空 收到电话赶来的前夫盛周奇怪 她是不是得罪了谁 这让善机想到了上次在停车场 被脱水一事不自觉地就怀疑到了甘雨身上 当在监控上面看到那辆熟悉的红色汽车后 善机一眼就确定是甘雨的报复 此时的她还并不知甘雨就是韩万俊的女儿 在电话中告诉对方 自己可能是被莫名其妙的人跟踪了 直言害怕要报警抓人 韩万俊一听便立马声称 那个女人自己认识 赶紧安慰阻止善机报警 挂完电话后便怒气冲冲地 冲进甘雨房间斥责 她上次在停车场制造事故就算了 如今不但不道歉 还敢大到去砸场子 甘雨莫名其妙 自己这一天都在做社会服务 谁知道那个女人又在耍上心机 很是生气父亲竟然相信一个外人 也不愿来相信自己 韩富硬拉着甘雨要去道歉 如果对方报警这次 就不会是只去做社会服务这么简单了 两人谁也不服 谁甘雨吵闹着要离家出走 而韩富放下狠话 一定要她去道歉 要是胆敢从这个家离开就不再是自己的女儿 气头上的甘雨坚持自己没错 头也不回地跑出家门 眼见事情闹大了秀琳 忐忑不安 担心自己做的好事 被老公知道赶紧让女儿闭嘴 隔天韩富的电影《回顾展》活动结束后 便带着甘雨来到高档家具店 要赔偿她店铺的损失 称对方是自己的狂热粉丝 已经反省了错误 让甘雨不必再为此事担忧 被冤枉的甘雨越想越生气 二话不说冲到酒吧将善机吓个半死 见甘雨死不承认善机将她带到监控室 当面看视频 虽然是自己的车 可当发现汽车内的女人正是后妈后 甘雨就明白了 不得不感叹后妈这一招确实厉害 而善机也了解了个大概 电话通知了韩万俊车内的女人 并不是她的女儿 怒不可遏的韩万俊大发脾气 质问老婆为何要栽赃嫁货 是不是真以为自己不知道 她时常在背后欺负甘雨的事 更是警告她如果不把甘雨找回家 就立马从这个家滚出去 再怎么不甘心秀琳也不得不来酒店 让甘雨随自己回家 见甘雨态度强硬不回家 秀琳能屈能飞 直接跪在了地上道歉 求甘雨的原谅 30岁的女人第一次对男人 有了心动的感觉 然而就在大伙聚餐 调侃起俩人的关系时 一个小女孩却出现 对着男人喊起了爸爸 她不可思议男人竟然会有女儿 瞬间黑脸生气自己 竟然会有眼无珠喜欢有负之夫 慌张间也顾不上刚端上的热汤 就往嘴里送 被烫到的甘雨 本就恼怒谁之一旁的人还在打去 都是甘雨对盛周的喜欢 才会让气氛尴尬 而小女孩被甘雨的手机装饰熊 吸引不自觉拿在手里 正气头上要离开的甘雨 一把抢过手机时 手机却不慎地掉在了滚烫的汤碗中 隔天作为赔偿盛周要带甘雨去买新手机 已经买好手机的甘雨 为了好好整整 她提出要盛周请吃饭道歉 于是故意带她来自己长吃的高档餐厅消费 而刚好盛周前妻和韩父也约在了这里 在店员那得知女儿也在这边吃饭后 韩万俊便前来打招呼 却被眼前的盛周震惊到 他奇怪盛周为何会认识自己的女儿 而盛周此时也才知道俩人的妇女关系 同样甘雨也好奇二人为何会认识 韩父声称俩人只是因工作的事打过照面 并未提起自己找盛周立遗嘱的事情 而甘雨瞬间没了胃口 只想着快点离开 原本要结账的盛周得知韩万俊帮自己这边买了单后 便主动过来打招呼道谢 却惊讶发现前妻善机竟然会和韩万俊在一起 甘雨在盛周面前指责他前妻是个不要脸的心机女 一心破坏别人的家庭为乐嘲讽他要管好自己的前妻 可盛周对前妻仍带有滤镜满事维护 而且依他所知俩人的关系也并非甘雨说的如此不堪 甘雨的话越说越难听盛周 听不得他对前妻的羞辱直接转身离开 这将甘雨气了半死 而韩复以为俩人是恋爱关系让女儿离胜周远一点 即使一辈子不嫁 他也不允许女儿找个有孩子的男人 更是态度强硬要求明天起甘雨跟着后妈去美龙会所编工作学习 虽然再不愿意秀林也只能生嫩气 母女俩自从知道韩复计划似乎要把家里的一切都留给甘雨继承后 早就开始做起了打算 一心要加入豪门的原美把目标放在了S集团代表奎原身上 S集团最近建设新项目的地址刚好和自家多年前购买的地皮紧挨着 为了能让女儿顺利联姻后妈说出了要和S集团合作的想法 可韩万俊听后怒不可遏 让她做梦都别想你那个家有任何地瓜葛 可为了女儿的未来 秀林不罢休主动约见了S集团的会长表达了合作的意向 会长很愿意因为这块地一早就在她的计划之内 眼见于而上钩她让孙子做好联姻的打算 可不愿把自己婚姻当交易品的奎原 第一次拒绝了会长爷爷的提议 这边第一天上班的甘雨就遭到了大家的排挤 会所人员知道甘雨是前妻所生之后 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 所有脏活累活都丢给了她 可甘雨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上次相亲 让自己出糗的男人奎原 对奎原有所误会的她一见面 就又开始讥讽她是个软饭男 而奎原也没好气提醒她就这样的工作态度 怕是待不长久就会被辞退 三言两语下两人争吵激烈 这把纹生过来的后妈母女俩气个半死 好不容易把奎原邀请过来 没想到甘雨又来给自己惹麻烦 她告诉甘雨奎原本部长的身份 要她立马道歉 可甘雨不愿意圆美的婚事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盛怒之下后妈直接扇了甘雨一耳光 本就头大的后妈还没平缓好心情 一个女人就找了上来 当男人取下墨镜后 秀琳反复确认了半天女人正是老公的前妻 而辛如死灰的甘雨 不顾父亲的反对坚持提着行李出国 可就在她要踏上飞机前 却在新闻上看到了父亲拍广告意外重伤的消息 怎知离开多年的前妻却突然出现抱着病床上的男人泪流满面 这让照顾在一旁的甘雨不可思议 对方竟是30年前将自己抛弃的生母 而对于前妻的出现后妻恼羞成怒 男人还没死不需要她来哭丧 嘲讽完后就要赶对方离开 前妻让秀琳放心自己对男人没有半点留念她来的目的 只是要带甘雨离开 甘雨质问对方当初竟然抛下自己就不该再出现 然而母亲接下来的话让甘雨如遭危机 甘雨一时间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 独自一人躲在房间大哭 后妈在知道了甘雨的身世之后 迫不及待就将她赶出了家门 甘雨不服气凭什么那个女人的一句话 自己就不是父亲的女儿 她要等父亲醒来亲口要个答案 可后妈一口咬定甘雨不是亲生的事实 还把韩妇受伤怪罪在了甘雨头上 被赶出来的甘雨只得暂时住在酒店 就在她退房结账时 才知道后妈将她所有的卡全部停掉 好在奎原正好出现在酒店替甘雨解了围 而甘雨面对对方的帮助也依旧是没个好脸色 远美奇怪前妻为何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 还将一切说出来 秀琳表情不自然让女儿别想太多 总之现在的一切就像拔掉了病牙般舒坦 可远美担心法律上甘雨还是父亲的女儿一切都还有变数 身无分文的甘雨在盛州的帮助下 暂时住在盛州家出租的乌塔房内 甘雨妈也趁机偷偷搬了进来 任凭甘雨怎么驱赶死活赖着就是不离开 一心只想甘雨随自己出国 如今韩妇病重所有话语权就到了后妈手中 后妈迫不及待地把手里的地皮当作筹码 只要会长同一女儿和奎人的婚室那地皮就会直接当成彩礼相送 会长让奎人做好准备等母亲回国后就举行订婚仪式 可奎人很是不认当面警告远美不要在自己身上打算盘 而醒来后的韩万俊大脑受损不仅言语出现障碍 所有的记忆也都停留在了结婚前 后妈想找个监护人来照看 远美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提议把父亲送去S集团的疗养院休养 不仅可以让父亲得到舆论的支持 还能为S集团的项目做宣传 两家要联姻的消息也会随之传播出去 甘雨在好友的建议下来到S集团参加面试 可随之奎人却中途出现还提出要做面试官 本想一走了之的甘雨为了能进入疗养院照看父亲也是人了 在奎人的要求下现场示范的体操 更是表演女团舞闹了不小的笑话 虽然奎人为难甘雨 但最终甘雨还是被录用留了下来 眼看老公如今开始接受康复训练 秀玲反倒是担心对方真的清醒过来了怎么办 随着奎人母亲回国 S集团的新项目也正式启动 后妈对于两家即将要成为亲家很是期待 而奎人依旧满脸写着不爽 她对远美没有任何的好感 反而对一见面就争吵不休的甘雨新生喜欢 而后妈瞧见被自己赶出门的妓女 如今竟然出现在公司的酒会上 愿定对方一定是为了要争夺家产而故意耍手段 拿起桌上的冰桶就往甘雨身上拖去 而这一幕被富二代看在眼里 看着喜欢的人对欺负富二代生气不懂都是一家人为何要如此 指责完对方的不适后脱下衣服替甘雨披上 远美还想解释一切另有隐情可奎人 不愿听她多说带着甘雨离开 这将远美气个半死 怒吼母亲没教养的行为真是丢尽了脸面 为了维护自己和母亲的形象 她将甘雨并非自己父亲女儿的事情说了出来 希望奎人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解雇甘雨 可奎人听后虽然惊讶但却表示没有理由这样去做 这让远美对甘雨的憎恨又多了一份 秀玲将甘雨妈叫了过来质问她为何还没带甘雨出国 不仅没离开如今还反而跑到即将要成为自己女婿的公司去上班 真是不知廉耻 甘雨妈好笑抢别人老公过大富大贵生活的人 居然有脸在自己面前提廉耻 再怎么说甘雨还是韩万俊法律上的女儿让她别太嚣张 这让秀玲气不打一处来 如今要见父亲一面甘雨还得躲着后妈母女俩 然而大脑受伤的韩父看到女儿的出现口中喊着陌生的名字 甘雨很是后悔曾经动不动就和父亲吵架惹父亲生气 大概 听着父亲奇怪的话语甘雨问起生下自己的女人真的就是如今回国的母亲吗 可惜父亲给不了她任何答案 奎源这边始终不愿听从会长的安排和圆美订婚 利益为重的会长不给她任何反驳的权利 就连母亲在一旁想替儿子说句缓和的话都无济于事 虽然不知道儿子的心中是不是有了喜欢的人 可奎源母亲对圆美能成为自己的儿媳并不反对 她问起圆美父亲对这场婚姻是否也同样支持时 圆美才将父亲重伤在院的消息说了出来 这让刚回国的奎源母亲震惊不以内心很是担忧 随后再了解了韩万俊的病情得知对方的记忆只停留在30年前时 奎源母亲脸色复杂 看来俩人之间似乎也有过往 眼见男人持刀冲向富二代 一旁的女人发现危险后赶紧将富二代推开 却还是为时已晚 富二代当场被刺中腹部血流不止 好在因为甘雨的举动避开了要害富二代生命并无大碍 而一心只想嫁入豪门的圆美 听说是甘雨救了奎源后脸色大变 不过没关系反正双方的母亲已经见面达成共识 只要等奎源出院俩人就举行订婚仪式 可奎源听后表示自己绝不会订婚 圆美生气这虽然是父母定的婚事 可自己也并非他们的木偶 奎源就是自己认定的人他不会放手 见儿子反对这场婚事 奎源母亲让父亲要不还是先缓一缓 可会长态度坚决即使奎源结婚后再离婚都无所谓 圆美家的那块地皮他是势在必得 而面对圆美的紧逼奎源拿起手机发了一条短信后 便说出自己已经有了以结婚为前提交往的女友 圆美以为奎源是故意找的借口 虽然奎源对自己没感觉 可他相信只要俩人相处下去奎源一定会爱上自己 正说着甘雨就火急火燎地冲进来问奎源发信息找自己干嘛 圆美意外甘雨会出现在这里 可更让他震惊的是奎源接下来的话 这让一旁的甘雨感觉莫名其妙 圆美却恨得咬牙切齿 甘雨可不想套俩人的浑水 他向圆美解释自己和奎源的关系并非如此 可圆美早就从奎源对甘雨的行为上认定事情不一般 他讨厌甘雨表面什么都不知道 却在背后捅自己刀子的行为 甘雨也来气明明是圆美抓不住男人的心 为何要将气撒自己身上 当秀琳得知一切后整个人血液倒流 只想冲过去将甘雨掐死一解心头之恨 圆美劝阻母亲如今首要任务就是先将地气找到 才能确保订婚不被取消 而为了稳固自己能顺利驾入豪门 隔天圆美就带着奎源母亲爱喝的茶前来探望 委屈表示自己在国外留学的这几年 早就将夫人当母亲对待很是期待能真正成为一家人 可如今奎源却喜欢上了别人 而且这个人还是自己熟悉的人 在圆美一顿天油加醋细数了甘雨的那些过往后 奎源母亲问儿子为何不将甘雨的是一早告诉自己 对于脾气差还因暴力手段多次出入警局的这种女人 奎源母亲是一百都不满意 而且这样的女人是绝入不了会长的眼 让她尽快放弃可奎源不为所动 自己喜欢的女人并非母亲口中说的如此糟糕 不再对会长百依百顺的奎源直接说出不会和圆美订婚 并表示自己已经有了喜欢的人 她提醒会长不要派人偷偷跟踪自己来使手段拆散 顶完嘴的奎源起身离开 会长转身就将怒火发泄在女儿身上 可奎源母亲希望会长能多听听奎源的意见 这个家有自己一个人受伤就够了 结婚一事就让她自己看着办 新鸡女为了将姐姐踩在脚下 偷偷将手伸进一旁身患痴呆症老太太口袋中 拿到想要的东西后便指使他人将自己姐姐诬陷成了小偷 对于包中掉落出来的戒指甘雨白口莫变 而护工拿着戒指言语上不停羞辱甘雨不给她解释的机会扬言要报警抓人 恼怒之下甘雨狠狠地推了对方一把后便被奎源将她拉开 而目睹这一切的奎源母亲对甘雨更是没了个好印象 奎源母子俩意外地出现正好如了圆美的意 她委屈巴巴替甘雨给公司闯了货抱歉 自从父亲生病住院后 虽然家里被甘雨闹得没有一刻安宁 可她没想到甘雨竟会偷东西 奎源母亲奇怪甘雨的行为 而圆美马上解释甘雨本来就一向花钱如流水 而且听说前不久生母回国后欠下了不少高利贷 暗讽甘雨接近奎源的目的恐怕不简单 将甘雨带出来后 奎源便指责甘雨胡闹这让本就委屈的甘雨火大 既然有人要诬陷自己 那自己也绝不会轻饶了她 回家的圆美让母亲别再为了甘雨的事情 扑脑对方马上就会被赶出公司 秀琳虽然高兴可以想到甘雨母亲就立刻头疼起来 该想什么办法让其闭嘴才是 圆美奇怪母亲是不是被她抓住了什么把柄 而秀琳只是以甘雨妈总说些奇怪的话搪塞了过去 她希望会长能尽快确定好订婚日期 总是这样推迟订婚的日子圆美会难过 会长担保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确定好订婚日期后 转而提起转让地皮需要很多的手续资料 不知道圆美母亲时间上够不够 秀琳谎称资料老公早就准备好了让会长放心 而会长也保证只要两人订婚后就立刻签订合同 明摆着想订婚就要拿地契来做交易 秀琳两面附和着笑意 却在心里大骂对方是个狡猾的老狐狸 然而令圆美没想到的是 隔天甘雨在大家的直指点点中依旧坚持上班 圆美医疗养愿老人都不愿上甘雨体操课为由 让奎元赶紧将甘雨赶走 还提醒他要公司分明 而奎元表示正是因为要公司分明 所以他已经委托了专业检测机构复员 看看到底是谁在从中作梗 将当天监控室的视频给删掉 这瞬间让圆美心中大乱随即便自作主张 提了甘雨的课程 而趁此时机奎元要将甘雨转到自己部门成为秘书 甘雨生气奎元的自作主张 自己留下来为了就是一个清白 奎元让甘雨放心自己已经找了专业机构 来恢复监控很快就会还他清白 他提出要和甘雨来一场七月恋爱 来摆脱和圆美的订婚 自己恢复高额的报酬号 让甘雨给母亲去还债 甘雨脑子又没坏 他一口拒绝 可当第二天甘雨来上班时 工位已经被别的同事取代 没办法要留在公司的甘雨 只能换部门成为了奎元的秘书 这边秀玲带着女儿是起了婚纱礼服 因为找不到第七 她暗中托人伪造了一份 眼见一切高枕无忧 可甘雨妈却打来电话 让她把属于甘雨法律上的财产拿出来 如今甘雨母亲被高利贷 天天堵在家门口 整个人惶恐不安 承诺只要拿到钱 自己就马上带甘雨出国 可秀玲一口拒绝 殊不知甘雨母亲在不久后 会给她带来大麻烦 而奎元看着圆美选好的礼服就来气 可母亲希望儿子能接受圆美 听从会长的安排 奎元问母亲当年为事业 牺牲一切这些年过的幸福吗 星期女为了能和财阀富二代成功订婚 处心积虑将姐姐诬陷成小偷后 要一脚将其踢出公司 可没想到喜欢姐姐的富二代 却找人修复被删监控视频 是要给姐姐一个清白 眼见事情要被拆穿 可圆美并不慌张 反而讥讽甘雨 让其赶紧收拾行李滚蛋 而圆美之所以如此淡定是因为他已经花重金 将视频元件买了下来 在男人口中确认了没有副本后 圆美彻底放下心来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拿到钱的男人去转身 将电话打到了富二代奎元这边要再捞上一笔 和对方约好碰面地点后 奎元就带着甘雨赶了过去 看着两人急冲冲离开圆美很是疑惑 当在助理那得知有人给奎元打电话 声称手中有缘视频约见面后 圆美才知道自己被耍气炸的 他怒斥男人不讲武德 等奎元二人赶过去的时候 相约的男人已经拿到钱正要跑路 而俩人没追到男人 反而被对方锁在了集装箱内 手机没信号的两人被困在狭小的地方 想尽办法也没法出去 奎元不回家 奎元母亲建议推迟订婚仪式 遭到了会长的强烈反对 会长以为他是要故意逃避明天的订婚仪式 很是生气 看来要将康复中心交给奎元来管理仪式 还得重新考虑 可夫人了解自己的儿子 知道他不回家 绝不是为了逃避明天订婚宴而报了警 这边快天亮时 在家喝醉的吴子醒来 才发现甘宇彻夜未归 见女儿电话不接着急的 他以为甘宇是被那些找他追债的人给掳走 急忙将楼下住着的盛州几人叫醒 再联系到在公司上班的好友 知道甘宇白天和奎元出去的地址后 盛州赶了过来几经找寻下 很快就出了阴缺痒而快昏迷的甘宇 比起奎元的身体在会长 看来此时的订婚宴更为重要 可身体不适的奎元 并没听从会长的命令 去订婚现场 而是去了医院 还并不知此时的圆美母女俩 沉浸在喜悦中正要出门时 却接到了夫人的来电 得知今天的订婚要取消的消息时 圆美脸色大变 无人无故订婚宴被取消这对圆美来说 无疑是屈辱伤自尊的一天 而遇到如此丢脸的事情 秀琳也差点气地晕倒了过去 要个说法的圆美刚进奎元家 就听到秘书说起 昨晚奎元为了查盗窃案 而和甘宇在一起的事情 一听到甘宇的名字 圆美整个人血液倒流 几乎站不住脚 哭诉自己一生 只有一次的订婚宴 居然被那样的女人搅黄 夫人只能在一旁心疼道歉 而面对会长的安慰 圆美直接表示自己都无所谓 如今母亲恐怕是没有脸面 在其他夫人面前抬起头来 此话一出会长和夫人表示 要当面向圆美母亲表达歉意才好 而圆美却说要在出现谣言前 解决好对各自家不好的影响 就应该直接公布俩人 要结婚的消息来遮掩 圆美的算盘打得响亮 而会长一心想要圆美家手里的地皮 并不反对 只有夫人提议要和奎原商量 好了再确定 反而却遭到会长的怒斥 让她处理好奎原身边的人 秀琳直夸女儿干得漂亮 同时该要想办法 好好教训甘宇一顿才是 对甘宇咬牙切齿的圆美委屈 自己从小到大什么好的东西 都是她先得到 父亲的爱也是 所以这次她绝对不会对奎原放手 如今的新妓女 靠着手里的地皮和夫人的支持 有恃无恐 而夫人劝儿子接受圆美放下 和其他人的感情 她原本要来找甘宇谈谈 让其离开儿子 却意外撞见大雨天里 母子被债主找上门来 追债甘宇替母亲出头的一幕 拿不到钱的债主 想要强行拉走甘宇去抵债 夫人目睹了这一幕命 手下上前帮助他们的事情 暂时才得到化解 本来有话要说的夫人 见今天这般场景 只得和甘宇约了明天见面 经过此时夫人心里 对甘宇不好的印象又添加了一笔 刚刚发生的事情 也让无子心里堵得慌 想着甘宇对自己的维护 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 忏悔当年不该抛弃甘宇离开 从小缺乏母爱的甘宇内心 不知道对母亲是多么的期待 这一刻母女间的隔阂 化开俩人在一起抱头痛哭 殊不知眼前的母亲来接近她 也是另有目的 隔天甘宇不情愿赴约夫人 开门见山让她从公司离职 即使她是清白的 也不能再继续上班下去 不久后奎源就会和圆美结婚 作为曾经圆美的姐姐甘宇 也不该再和奎源见面 随后夫人说出了 儿子上学时期 和家里不赞成的女生交往 结果家里派人跟踪 导致途中出现意外女孩离世 本就对奎源不感冒的甘宇生气 大家都来找她的麻烦 没好气地离开 在面对奎源打来的电话 甘宇根本懒得搭理 而此时 吴子找来了秀琳家 并不想和对方见面秀琳 将吴子拒之门外 可吴子不罢休 害怕女儿察觉到 异常秀琳 指的开门 将对方拉进了书房 吴子的目的就是要从秀琳这 拿走本该属于甘宇的财产 只要对方按自己的要求呢 她就带着甘宇离开 不然自己大嘴巴 把事情说出去 恐怕以甘宇的性格 不会什么都不做 然而秀琳并不打算 舍财免栽 即使她说出去 也没人会相信她的话 原美奇怪 吴子怎么会出现在家中 可秀琳让女儿 什么都别管 知道一切都是为了她好就可以了 而眼见今天就是最后的还款日期 没拿到钱的吴子 根本不敢出现 害怕的躲了起来 追债的不仅砸了甘宇的房间 还砸了楼下圣州母亲的店 要逼出吴子的下落 找不到母亲甘宇担心 不以她以为母亲会来找韩妇 可病房里也并没有母亲的身影 她想着在韩妇口中 打探母亲是否有别的去处 而受伤失忆后的韩万俊 也确实说出了海边的一处房子 甘宇以为母亲会在那里躲着 正想着要和盛州开车赶去时 盛州接到好友电话称 已经找到了吴子 等甘宇赶过去 吴子正被债主追着跑到了马路中央 眼见马路上车来车往 担心母亲的甘宇不顾危险 大喊着跑了过去 看着甘宇就要被车撞上 吴子撑了上去 母亲为了就自己车祸住院 可女人却看着病床前母亲的血型牌陷入疑惑 怀疑起自己的身世 眼见女儿起了疑心吴子慌张不已 她咬定甘宇的血型一定是医院检查错误 在将甘宇搪塞过去后 吴子松了一口气 赶紧给秀琳打去电话 她害怕自己假装甘宇母亲的事情会被拆穿 见秀琳找来了医院 吴子让对方赶紧帮自己还清债务 这段时间的相处下来 吴子真心地把甘宇当成了女儿 她不希望等自己去了国外追债地找上甘宇 俩人的对话被返回家拿好换洗衣物的甘宇听到 秀琳害怕地要逃走被甘宇拽住 让她把话说清楚 没办法秀琳只得表示自己来的目的是要警告甘宇 不许觊觎他们家的财产 也不许再出现妨碍原美的婚事 吴子吼叫秀琳别太过分自己 只是要拿到本该属于甘宇的财产 心虚的两人在甘宇面前 你一句我一句地指责对方的不是 秀琳抓紧机会赶紧开溜 甘宇生气吴子找秀琳要钱一事 就算自己死也绝不会拿他们家一分钱 让吴子死了这条心 虽然俩人在甘宇面前极力掩饰 可甘宇心里并不相信俩人的话 她害怕二十多年的重逢是一场骗局 没有勇气向吴子问出口 而是到如今吴子只想秀琳赶紧给自己钱 还清债务后离开 不然事情闹大了谁都别想好过 在对秀琳进行一顿威胁后 走出卫生间 吴子就被门外的甘宇吓到 等甘宇离开吴子下的软在地上 而刚刚俩人的对话 其实甘宇全听了去 可她依旧没法当面问出口 因为离职的事情 甘宇前往公司领取薪水 回人不愿放人 要甘宇留下来继续上班 她表白因为有了甘宇 自己才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不料俩人的对话被圆美听了去 甘宇恼怒魁远 这时又给自己拉仇恨生气走开 见圆美追上来 甘宇解释自己以后不会再来上班 可在圆美看来不上班 并不代表俩人就不会在一起 她不相信甘宇的鬼话 更是生气她搞砸了自己的婚礼 羞辱甘宇就是个没有尊严的私生女 这无疑是在甘宇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趁来公司的机会 甘宇来病房看望父亲 韩妇如今虽然慢慢在恢复中 可她只认识甘宇 只要甘宇出现 韩妇口中就一直喊着Sani 将甘宇当成了三十年前心爱的女人 甘宇问起上次父亲说的海边房子 仪式是不是记错了地址 父亲的描述和在吴子口中听到的完全不一样 事情的真相似乎已经摆在了眼前 让甘宇无比的痛苦 等回到医院时病房里面已经空无一人 顿感不妙的她急忙跑回了家 果不其然吴子正在收拾东西要离开 吴子不断解释也坚称自己就是生下甘宇的人 但依旧被愤怒中的甘宇推出了家门 此时的甘宇已经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世蹲在地上痛哭不止 一夜的痛苦过后为了彻底弄清事实 隔天一大早甘宇就拿着牙刷去做亲子鉴定 而得知甘宇去做亲子鉴定后 吴子忐忑不安地给后妈打去电话 眼见谎言瞒不住后妈让吴子承认 所有一切都是她一人所为与自己无关 过不了其他的吴子只想赶紧从秀琳这拿到钱出国 他威胁秀琳赶紧给钱 要不然自己就会将所有的事情说出来 倒是大家就都别想好过 可家里所有的财产都在生病老公的名下 秀琳头疼问起秘书 如果没有老公的签名自己能从会所拿多少钱出来 却意外得知女儿原美在几天前就已经拿走了5000万 如今在拿钱怕是很困难 得知甘宇不久前被诬陷是小偷是女儿所为 并且拿钱也是为了封口后 秀琳不禁惊讶女儿怎么会变成如今的模样 可她并没觉得女儿有错 反而是把一切的源头都怪在了甘宇身上 如今奎原为了摆脱和自己的婚事 正在积极寻找其他的土地 圆美求母亲一定要帮帮自己 秀琳让女儿放心事情已经进展到了如今的地步 就没有放弃的道理 很快面对甘宇手中的亲子鉴定报告 五子将背后是后妈逼迫指使的事情全说了出来 虽然自己因为欠了大量高利贷急需还款 而和后妈达成了协议 可是通过这段日子的相处 早已对甘宇有了割舍不下的感情 甘宇不再相信这些话 委屈愤怒地她冲进了后妈的办公室质问 可面对自己的恶行秀琳识口否认 虽然从小到大甘宇就比原美在父亲得到的爱更多让自己难受 但是甘宇并非韩万俊亲生的事实并不是无限 甘宇以为即使两人不是亲生母女 可好歹在一起生活快三十年也算是亲人 后妈的话让她明白是自己天真了 忍无可忍的她绝不会再由他们肆意摆布欺负 当无助的甘宇来到病房看望父亲时 却意外发现夫人也在病房并拉着父亲手的一幕 面对甘宇的疑惑夫人解释自己如今和原先的医生一样 都是韩万俊的主治医生 大脑受损的韩万俊在看到甘宇的到来口中喊着Sani Sani 一旁的夫人明显地震惊了下 可甘宇并没察觉到异常 她希望父亲能赶紧恢复记忆告诉自己到底是谁 就在甘宇离开时和原美撞上 原美误会甘宇这是要借看父亲的机会来破坏她与奎原的婚事 警告她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别诬陷自己的母亲 并嘲笑甘宇孤儿的身份 杨七首给了甘宇一巴掌 新机女一心想要利用家中的地皮嫁入豪门 却不知地气根本就不在母亲手中 而眼见明天就到了要签约卖地的日子 担心女儿的婚事会泡汤 秀玲带人闯进甘宇屋翻了的底朝天 听到动静的盛周赶了过来 要以秀玲无端闯入他人屋内的罪名带到警局 而秀玲反而要以偷到罪将甘宇告上法庭 就在几天前甘宇为了帮父亲恢复记忆 擅自偷摸进家中找东西被原美抓了个正招 所以一直找不到地气的母女俩认定地气定是甘宇所拿 一无所获的秀玲值得给会长打去电话 告知一切文件都办好了可地气却不见了 面对会长的质疑秀玲解释家里进了小偷而且这个小偷就是甘宇 因为对魁仁的爱而不得怀恨在心而故意报复 还一个进的道歉都是自己没有好好教育好甘宇 既然是家庭矛盾会长让秀玲尽快解决好 而秀玲的解决方式就是直接报警将甘宇送进了警局 甘宇只得交出当时在父亲书房找到的记事本就再没其他 而秀玲不相信让甘宇把偷走的东西都拿出来 甘宇明白后妈就是想要父亲的地气 可那块地有着父亲和Sunny的回忆和过往 他相信父亲绝不会将地气交出去 可秀玲一口咬定是甘宇所拿 而且监控确实有拍到甘宇前入别墅的视频 不拿出来他就要让甘宇蹲监狱 赶来的盛州交出了丢失地气的注册证书 原来这些证是韩万俊委托他保管的 面对质疑盛州拿出了韩万俊自己立下的遗嘱 一时甘宇和秀玲感到震惊 警员在做了笔记对比后确认了遗嘱的真实性 这把秀玲气了半死 女儿的前途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他警告甘宇别妄想毁了原美的婚事 而贪恋不属于他的东西 为了能尽快帮助父亲恢复记忆 甘宇答应了奎原重新回到公司上班 高兴的奎原特意给他安排去每日查询韩妇房间清洁度 如此一来甘宇就能名正言顺地去看父亲很是感谢 而甘宇重回公司让原美有了危机感 不想婚事被毁他叮嘱母亲不管用什么手段都要将地契拿到手 就在甘宇和盛州商量着隔天要将地契遗嘱存到银行保险柜后 夜里几个陌生人就潜入了盛州房间 并成功撬开保险柜将资料都拿到了手 可就在离开时与进屋的盛州撞见 不用想这都是受秀玲的指使 盛州拼命要夺过被抢的资料 资料的重要性他比任何人都知道 可寡不敌众一路追过来的盛州被一顿毒打 尽管浑身是伤可盛州依旧死死不放 好在甘宇报警及时 最终文件没有落入秀玲手里 盛州巴生气儿子因为甘宇的事情差点连命都没了 他让甘宇以后和盛州划清界限 难得有个可以依靠的人甘宇虽然内心难受 可表面一副不在意的样子让盛州心疼 盛州为母亲的话语道歉 他喜欢看甘宇灿烂的笑容 想哭也可以在自己面前哭不用隐忍 害得前夫一脸心疼的为其他女人擦眼泪 这让原本来探病的前妻气到大骂甘宇不知廉耻目的不纯 而前夫对甘宇的维护更是让甘宇气不打一处来 甘宇道歉后赶紧走开 而甘宇认为两人在一个房间没来眼去 要是被女儿看到了该怎么办 盛州让前妻别多管闲事 如今的甘宇对自己来说除了是女儿的母亲外 其他的什么都不是 前夫的话虽然商人可善机却告诉他从始至终自己对他的感情就没有变过 这样的话无疑让盛州可笑 想当初要不是前妻婚内的背叛俩人又怎么会离婚 而不解气的善机在对甘宇一番警告让他别利用单纯的盛州后 便来到前婆婆店内提醒他如今S集团因为地气的事情可能要对前夫做不好的事情 劝前婆婆好好劝劝盛州没必要为了一份地气而和S集团作对 而会长这边对秀琳施压拿不到地气就会将婚礼取消 秀琳也不给会长面子直接表达了对奎原让甘宇复职的不满 更是不满会长瞒着自己曾私下和其他地皮商谈合作的事情 好在是合作没达成要不然自己女儿的婚事怕不是要被当成笑话侃 如此一来会长对盛州的意见更深 他认定对方就是故意在和自己公司作对 而甘宇为了帮父亲恢复记忆也早日弄明白自己的身世 在查了好多资料得知父亲记忆中的那年最后一部戏的女主是吴子后 甘宇不得来找吴子打探当时的情况 然而当他问起当年电视剧导演持新秀车祸死亡 而且新闻报道是有人肇事逃逸时 一旁端水的盛州妈却大惊到跌倒在地 两人连忙上前关心询问 盛州妈慌忙收拾东西以自己听错了人民搪塞过去 然而当甘宇继续向吴子询问当年的事情 希望能得知关于三里的消息 厨房内的盛州妈却听着俩人的对话再次晕倒在地 甘宇以为盛州妈是真的中暑不舒服 可盛州却告诉他母亲只要是听到与会长有关的事情 就整个人精神紧张 甘宇不由地问起缘由 盛州说起当年还是医生的会长曾得自己做过心脏手术 算是救过自己一命 听后甘宇自责如果不是为了父亲的事情 对于救命恩人盛州也不必如此 可在盛州看来会长心狠手辣 而将盛州妈扶进房间的五子奇怪 虽然天气是热 但还不至于到了要中暑的地步 关心盛州妈别是伤寒脱垮了身体 同时口中说起关于迟导演的事情让躺在地上的盛州母亲全身冷意 说着说着五子怀疑起甘宇的父亲就是已经离世的迟行秀导演 这让盛州母亲整个人更加的难受起来 盛州母亲没精神整天躺着垂胸口 盛州担心母亲的情况要带她去医院 可母亲却执意让儿子赶紧把甘宇赶走 盛州奇怪母亲这次为何如此固执可母亲让她别多问这次就按自己的话来做 然而更加奇怪的是当甘宇问起父亲关于迟行秀导演的事情时 父亲却神情紧张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很快上班中的甘宇就被会长叫了过去 甘宇明确表示在父亲恢复记忆前谁也别想动那块地 可会长威胁甘宇如果不拿出地气韩万俊说不定就会受到伤害 他提醒甘宇秀灵要趁韩万俊生病将其变成禁制产者仪式 一旦成功韩万俊所有财产便都会由秀灵来继承 那韩万俊将会一无所有 会长的话让甘宇忧心忡忡 如今只有让父亲快点恢复记忆要紧 他来找夫人问父亲的治疗情况 提起三里也问起了导演持心秀的事情 然而似乎所有人都对这个名字感到震惊 未婚女人喜欢上了离异并带着孩子的男人 三人开心地逛着游乐园却不知身后正有一帮人在跟踪 就在甘宇独自去买食物的途中不慎落入几人的圈套 冲上来的俩人拉住甘宇就要将其推入车内 挣扎中甘宇狠咬对方胳膊一口 给了自己喘息的机会趁机给盛州打去了电话 接到电话的盛州意识到甘宇有危险后 赶紧叮嘱一旁的女儿等在此处哪也别去指导自己回来 好在是盛州赶来及时不顾危险拦下对方车辆 甘宇趁机从里面跳了出来才逃过一劫 可当等俩人返回去时女儿却不见了踪影 心急如焚的盛州四处寻找生怕是女儿出了什么差错 就连手机有响动都没有注意到 自责的她正想去报案时游乐园的广播响起 看着女儿哭泣的模样盛州赶紧将对方涌入了怀中 而前妻看着跟进来的甘宇二话不说对着她就是一耳光 并指责前夫没有做父亲的责任感 女儿大哭着说自己走失是因为自己急着上厕所后迷路 与甘宇和父亲没有关系 善计不听解释生气前夫竟然为了一个女人将女儿丢到一旁不顾 提出要带走女儿两人争执不下 女儿被带走盛州心里不是滋味后悔当初应该将孩子交给工作人员看护才是 甘宇自责因为自己盛州很是疲惫 还要经历各种危险想要搬走 盛州不同意甘宇对自己来说是很重要的人 让甘宇以后别再说这样的话 可女儿一直哭闹善计没办法只得叫来前夫 她拉着盛州的手想要复合 可被伤过盛州如今只把前妻当朋友 让善计作为孩子的母亲就好不要再管自己和甘宇的事情 而会长为了拿到地气已经不折手段了 得知计划中途失败愤怒难当 不久在查找关于Sunny的线索时两人决定先从慈行秀查起 而盛州母亲听到儿子要和甘宇去警局查20多年前导演车祸的事情下的差点晕倒 在老警员口中俩人得知当年有人是要故意杀死慈行秀导演 可是因为目击者突然改变口供最终嫌疑人因为证据不足而获释 而且那时韩万俊还有拜托警员要全力调查 一系列的事情联想在一起 甘宇觉得慈行秀极有可能就是自己的生负 而此时的盛州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和自己的父亲有关 这天盛州接到上次在游乐园参与绑架干预的西亨电话 对方解释之前是被逼无奈希望和盛州约定见面把背后指使者说清楚 作为曾经帮助过西亨的律师盛州对他的话深信不疑 却不慎再次落入了圈套之中 这一刻盛州怕是已经体会到了人性的险恶 盛州遭几人绑架并遭遇毒打 即使这样盛州仍然不肯交出地气 将盛州打趴后西亨给甘宇打电话 威胁对方拿地气来换盛州的命 并且提醒甘宇想要盛州活着就千万别报警 担心儿子的母亲把一切怪在甘宇头上 怨恨都是他让盛州一而再再而三地遭遇威胁 内疚担心的甘宇一大早去银行取好文件后就赶了过来 等西亨带着甘宇进来石屋内空无一人 此时正脱开的盛州将西亨打斗在地 里面的动静声也引来了外面的人 盛州拉着甘宇躲到一旁并让他赶紧报警 俩人很快就被发现 受伤的盛州明显不是俩人的对手 慌乱中甘宇威胁绑架者要是敢对盛州继续动粗 就烧掉地气文件 可惜他的威胁在坏人面前没有用 地气被抢走 女人离婚后近开始对前夫恋恋不舍挖着对方的手表白 但可惜此时的男人已经爱上其他女人劝前妻别再出现多管闲事俩人已经没有了可能 可不服输的善机却以看女儿的名义三天两头就往前夫家跑 此时的盛州因发现了自己离世的父亲 竟是杀害心爱女子父亲的罪魁祸首而痛苦 面对前妻的一再纠缠盛州提醒他再这样下去只会令自己厌恶 推开前妻的同时盛州明白自己也早已没有资格和干预在一起 他恳求母亲能说出当年车祸事件的真相 可母亲不但守口如瓶更是将租住无塔房干预的所有义务扔了出来 明明自己一家应该向干预赎罪请求原谅都还来不及 可母亲却执意要将干预赶走以免留有后患东窗事发 干预委屈地跑胎 而本想追出去的盛州被母亲抱住满是无奈 虽然将干预赶走可不安的盛州母亲为了确定心中的想法来到了保育院 以为了找当年被自己带来的孩子为友 却在院长口中得知孩子被送来一个星期后就被韩万俊领养回家 在确认了干预确实是在车祸中离世持行秀的女儿后 盛州母亲吓得双腿发软不敢相信当年的孩子兜兜转转竟又出现在了身边 并不知其中内幕的干预还在希望盛州母亲能让自己留下来 坦言他喜欢盛州不想离开 可即使会被埋怨盛州母亲恳求干预离开儿子 干预哭着自责是自己不该让盛州一再的受伤 然而当等到盛州回来从盛州口中听到对方也让自己搬出去的话后 干预不理解俩人不是约定好要在一起生活克服各种困难的吗 可盛州违心说出伤人的话让干预赶快搬走以后俩人也不再相见 最终干预搬出了盛州家在好友的帮助下找了新的住所 所有的委屈和难受干预也只能对生病的父亲倾诉 虽然干预搬了出去可盛州并没有放弃对当年案件的调查 在他心中一直善良的父亲绝不会无人无故杀人 直到找到当年的目击者也就是当时韩万俊的经纪人 对方开口自己曾亲眼目睹肇事者的车辆 是一直跟在持行秀的车后找好时机撞上去蓄意谋杀 只是后来目击者翻供一切都是意外所有真相便石成大海 面对盛州的追问目击者始终不愿说出背后指使者 他害怕性命不保 可即使面对儿子一再的追问盛州母亲依旧咬定当年就是一场意外事故 并没有故意谋划一说 而盛州已经猜到了个大概 恶毒女人将生病的老公强行从医院绑了出来 被带回家的男人吓得瑟瑟发抖 恳求母女俩能把自己送回医院 然而在这个家忍气吞声了二十多年的秀玲早就不想再忍 他警告老公要想以后有好日子过就乖乖听话 随即就将对方软禁在了家中 甘雨得知父亲被秀玲带了回来 焦急的他第一时间就要冲进来将父亲带走 可惜连父亲一面也没见上 隔天担心父亲安危的甘雨敲摸着趁家中无人溜进了屋内 可正当他扶着父亲出门时与外出回家的秀玲碰了个正面 甘雨找盛州商量 他不能放任母女俩再继续欺负韩万俊 决定交出地契文件 可盛州坚定地表示不能让地契落入他人之手 没办法甘雨只得向夫人讲明韩万俊被监禁在家一事 希望她以出诊的名义前去看望 原美面对夫人要去家对父亲出诊虽然抗拒 可为了在夫人心中留下好印象顺利加入豪门 不得不咬牙同意了下来 而就是这次会诊夫人在韩万俊口中终于得知了持行秀死亡真相 竟然会是会长父亲所为 他没想到会长会如此狠 当年自己和持行秀相爱可却遭到父亲的反对 强行将已经怀孕的自己和持行秀分开还不够 竟然还要了对方的命 他找来了盛州母亲这 要确定当年自己在医院难产所有人都说孩子已经死亡的事件是否属实 那个从小被韩万俊领养回家的甘雨是不是就是自己的女儿 曾是夫人家保姆的盛州母亲面对夫人的质问只得连连否认 而回家的盛州听到两人的话语 明白过来夫人就是韩万俊口中一直要找的三名 眼见父亲被后妈软禁在家受尽折磨 女人不得已拿出后妈一直想要的地气前来交换 殊不知恶毒后妈以老公生病为由 申请了禁制产者将所有家产变为了自己所有 这样一来甘雨手里的地气文件如今一文不值 只想父亲能接受治疗早日康复的甘雨跪在了秀琳面前请求她能让自己带走父亲 秀琳取消甘雨的自以为是要轰甘雨离开 可不死心地甘雨求秀琳让自己见见父亲哪怕看一眼也好 当她看到保姆从二楼端着白舟下楼后意识到父亲就在楼上 起身就要冲上去却被秀琳拦住 楼下的吵闹声被楼上的韩万俊听到也大声呼唤了起来 秀琳下猛害怕摔倒在地的甘雨就这样死掉 回家的圆梅也被眼前的场景震惊 好在甘雨只是短暂的昏迷后醒了过来秀琳才松了一口气 回家的甘雨面对吴子的关心崩溃的靠在吴子肩旁放声大哭 如今地气没了作用 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能将父亲带出来 吴子劝慰甘雨忘掉一切好好过日子 可甘雨不肯放弃因为他答应过父亲会将他带出来 吴子说起自己白天有去求过圣州 希望对方能来做甘雨的律师可别拒绝 他生气圣州一家怎能如此无情 可甘雨虽然在警方那边知道了当年自己生父的死 是圣州父亲所为却并没有怨恨圣州 吴子提醒他不要再对圣州的感情抱有期待 他告诉甘雨如今能解决地气的事情恐怕只有一个办法 甘雨犹豫了 奎院之前就向他提起过七月结婚一事 可被甘雨拒绝思来想去他来到圣州家的屋下徘徊 发信息给圣州想要见上一面 可惜却遭到了圣州的拒绝并提醒大家以后还是不要见面的好 而当圣州后悔追下去时甘雨已经离开 隔天甘雨从头到脚焕然一新 为了父亲他已经做好了和奎院要七月结婚的决定 富二代第一次带女友回家就宣布了两人即将结婚的消息 却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 可尽管如此男人依旧将结婚戒指带到了女方手中 明知两人的关系只是甘雨用来救他父亲的幌子 奎院也心甘情愿被利用半点也不介意 隔天奎院就单方面向媒体澄清了自己与圆美的婚约无效 同时登出即将与甘雨的婚讯 这让一心想要嫁给奎院成为集团女主人的圆美变成了个笑话 他赶紧将报道让母亲知晓 秀玲愤怒之下取消了与S集团的签约仪式 回家的秀玲将所有的情绪发泄到了韩万俊身上 早知如此韩万俊出事故当时就应该直接死了才是 圆美好不容易将母亲劝慰住可听到父亲口中喊着三年来了气 他怨恨父亲从来没把自己当女儿对待 健康的时候眼前只有甘雨 如今生病了眼中也只有甘雨 这边盛怒的会长责骂奎院 竟然不顾公司的损失自私自利被女人勾引 知道父亲的可怕夫人赶紧将事情揽在自己身上 答应会长会让奎院和圆美的婚事继续下去 他明白即使没有圆美甘雨和奎院也绝对不可能在一起 为了保护甘雨夫人在知道甘雨就是自己的女儿后并不敢相认 却不知面前的会长已经暗中调查出了甘雨就是当年的那个孩子而想要赶尽杀绝 第二天夫人专程来圆美家道歉是自己没有教育好儿子 看到夫人的道来秀琳没个好脸色 听到女儿还一口一个婆婆的喊着对方 秀琳更是火大 直到夫人承诺会解决好一切让两人的婚事继续下去 秀琳才有所缓和 然而既然已经来了夫人提出想见一见韩万俊的再走 秀琳没有理由拒绝也只得答应下来给时间让两人独处 可谁知当母女二人在送完夫人准备回屋时 早已经躲在院子里的韩万俊却悄悄地从院子逃了出来 当母女俩返回屋子后竟发现屋内空无一人韩万俊早已消失不见 很快逃出来的韩万俊就被夫人带上了车离开 两人来到了海边的一处房子 当年和持行秀相爱的Sanny还有同为两人的好友的韩万俊 再次生活过一段时间 就在二人来到海边时 韩万俊看着夫人的背影记忆翻江倒海的涌来 她终于记起了面前的人就是自己也曾爱过的Sanny 夫人说起年少的过往和无奈 当年被父亲抓回家后怀孕的事情也被知晓 一直以为孩子死了陷入绝望的她逼不得已选择了出国 看着岁月流失所有的伤痛只能留在心里 她感谢韩万俊收养了甘雨并将她照顾得很好 而韩万俊虽然记起了Sanny 可后面发生的所有她依然没有影响 夫人将后来发生的一切都说了出来 并希望韩万俊帮忙先保守甘雨是自己女儿的秘密 然而她却不知道会长已经开始了对甘雨动手 为了不留下把柄会长秘书 将吴子欠高利贷的那帮人找了出来 追债者在将吴子抓走后 给甘雨打去电话开口索要三个亿前来约定地点交换 而盛周在路上发现吴子被高利贷者带走的一幕盲了上去 等到地点后联系完甘雨胜周见无人后 前去救人却被打昏在地 而拿着钱来交换吴子的甘雨 却不知对方实则是想要自己的命 见对方将钱带抢走 也没有要交出吴子的打算 甘雨着急地和对方争论起来 可下一秒却被对方推了下去 女人在准婆婆口袋里 竟然发现对方和自己父亲年期时的照片 偷偷收起照片的她预感事情绝对不简单 思来想去 原美意识到准婆婆极有可能就是父亲一直在找的那个三年后 瞬间就被自己的想法震惊到 既然奎人不愿和自己结婚 那和甘雨在一起就更加的不可能了 她将照片递给奎人 并谎称照片是自己在康复中心走廊处捡到 而夫人在得知甘雨受伤住院后前来探望 虽然知道面前的女人就是自己的孩子 可夫人并不敢相认 无法说出实情的她只能恳求甘雨和奎原分开 要不然像这种受伤的事情以后可能会经常发生 这话让甘雨瞬间明白 这次自己差点死去的幕后黑手就是会长 可倔强的她并不愿屈服也不愿听夫人的话和奎原分开 前来病房的奎原打断了母亲的话语 她问母亲是不是对自己隐瞒了什么 可被夫人否认了下来 奎原值得拿出照片问起母亲和韩万俊的关系 尽管夫人解释照片只是自己当年作为韩万俊粉丝拍下 两人私下并不认识可奎原明显不相信 她问母亲是不是因为两人有一段特殊过往才会如此反对自己和甘雨在一起 同时更加坚定了自己一定要和甘雨在一起的决心 而原美为了确认两人就是母女 但夜溜进病房拿到了甘雨的牙刷 正要离开时被甘雨抓住原美并不慌张 她声称自己来就是为了看甘雨伤的有多狼狈 因为甘雨受伤圣州已经报警而奎原也在暗中调查会长 圣州担心甘雨的安慰可自己又答应过夫人保密她和甘雨的母女关系 无法说出实情只能让甘雨离开奎原 甘雨不明白为何大家都如此 父亲不同意自己和奎原在一起连圣州也是 圣州说出幕后指使极有可能是会长 因为自己报警就连母亲也被会长秘书威胁要收回店铺 所以她希望甘雨别再不顾自身 安慰要知道会长是个可怕的人 确实甘雨并不是真的喜欢奎原 可自己结不结婚的事情她不需要圣州来指点 回到家的甘雨发现 父亲不见了她第一时间就明白是秀琳过来将父亲带走 可当她找来时父亲却不愿随自己离开 殊不知韩岸俊主动回来 就是因为受了夫人的拜托希望她能先回家稳住母女俩 而会长秘书和高利贷交易的画面 也被奎原派去的人拍到 如此一来就确定了甘雨受伤确实是会长指使 愤怒的奎原找会长质问 而会长反而问她是不是要去警局控诉自己的外公 新鸡女不甘心自己要嫁的富二代被抢走 愤怒的她狠狠地一把撕掉了女方的婚纱以此来泄恨 而面对富二代的驱赶已经手握筹码的她放下狠话 两人的婚礼是绝不可能顺利完成 很快新鸡女就拿着自己偷摸着做好的亲子鉴定报告前来威胁 她开门见山询问夫人盛世打算让自己的一双儿女结婚 这话一出夫人无比震惊刺则原美如此卑鄙到底是有何居心 可原美不慌不忙表示这么做并非自己的本意 而是为了阻止兄妹结婚酿成悲剧才出此下策 可只要夫人能促成自己和奎原的婚事 那自己也就会当做什么都不知道 如今的原美一心只想成为集团女主人 奎原对她是否有感情她半点都不在乎 她告诉夫人自己的耐心有限相信夫人肯定愿意帮自己 说完就留下气愤的夫人潇洒离开 现如今无法对甘雨和奎原说出实情的她看着亲子鉴定报告不知如何是好 思量再三后为了不给甘雨造成伤害 也为了顾及儿子的感受 夫人只得向甘雨承诺自己会支付韩万俊所有医疗费用 并保证让其痊愈恢复记忆的条件让甘雨出国 甘雨将夫人今天找自己并让自己离开的事情告诉了奎原之道 奎原替母亲道歉后提出先斩后奏 只要两人结婚那大家的态度肯定会改变 说出自己的想法后她告诉母亲大家不来参加婚礼也行 但自己绝不会让甘雨受伤 两人打印好请帖决定在下周结婚 果不其然就遭到会长和母亲的极力反对 面对会长的愤怒奎原坚定表示不管发生什么事也一定要跟甘雨结婚 甘雨内疚自责都是因为自己奎原才会一再违背家人的意愿 而目睹了两人亲密的样子 明知两人是兄妹没有可能可胜周依旧难受 她单独告诉奎原甘雨是知道了会长对她所做的一切才会故意结婚来报复 希望奎原能主动放弃断了要结婚的念头 可奎原明知道两人是妾约结婚却甘之如疑 她相信顺着时间的流失甘雨的心会转移到自己身上 同样收到结婚请帖的圆美气的快要发疯 忍无可忍的她将夫人约出来后随即给奎原发去信息 等奎原到了后便故意在夫人面前说起甘雨是夫人女儿的事情 即将要和自己步入婚姻殿堂的人竟然是同母异父的姐姐 无法接受现实的富二代在向对方提出取消婚礼并分开的决定后消失不见 没了活下去的动力她选择在酒店内吃药自杀 好在是甘雨赶来及时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她不明白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为何奎原会突然取消婚礼还要做如此极端的选择 反省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复仇心切和奎原切约结婚利用她才让她有了压力 却不知面前的男人是因为是自己的弟弟才会痛苦至极 甘雨想要为之前利用过奎原来照顾她赎罪 可夫人希望甘雨最好以后不再和奎原相见将其劝离 面对女儿却不能相认还要将对方推胎夫人同样的难受 而想要将甘雨赶尽杀绝的会长 在明知对方是自己的亲外孙女的情况下更是不想让其好过 在查到甘雨如今居住的房子是奎原暗中帮忙租下后 便吩咐秘书代人将甘雨赶了出去 得知会长的做法 奎原生气自己明明答应过放弃甘雨 为何会长还要如此 奎原希望母亲去帮帮甘雨 甘雨没了工作又没了住的地方要如何是好 可面对夫人提出的帮助甘雨早就拒绝 夫人劝儿子即使再难过也要学会忍耐 要不然会长怕事会做出更可怕的事情来 然而令奎原没想到的是 原美竟然将结婚登记表递到她面前要求她在上面签字 奎原拒绝虽然自己不能和甘雨结婚 但并不表示就会和原美在一起 如今的她只要看到原美的脸就会生气 然而原美并不在乎 她的奎原亲手将资料撕碎原美整个人血液倒流 那既然如此大家就都别想好过 出门后原美就给甘雨打去了电话 无处可去的甘雨如今只能暂时在餐馆工作 找过来的原美提要求 如果自己说出奎原为何不结婚的秘密后 那甘雨就必须得放弃成为父亲监护人的诉讼离开 女人见了老公就像见了鬼一样的害怕 当听到生病的老公在法庭上说出自己已经恢复了所有记忆后 女人更是直接下晕在地 眼见转移资产的计划泡汤 回家的秀琳狡辩自己的所作所为 都是为了替男人守住财产 却不知韩万俊早就在斯基那得知 当时自己拍广告受伤一事 都是秀琳暗中一手策划 面对如此蛇蝎的女人韩万俊提出离婚 可嘴硬的秀琳非但不承认自己所为 更是倒打一耙韩万俊离婚的目的 就是为了和珊妮在一起 绝不会让她如愿 此时的韩万俊后悔自己应该将秀琳送进监狱才是 而原美却冲进书房跪在父亲面前求她能放过母亲 一切都是因自己非要嫁给奎原 如果父亲要告就告自己 从小到大她都希望能和甘雨一样得到父亲的爱 可是尽管自己再怎么努力父亲眼中 就永远只有甘雨一个女儿 可自己才是父亲的亲生女儿呀 而甘雨原以为父亲恢复了记忆 自己就能知道Sani是谁找到母亲 可韩万俊依旧还是瞒着甘雨告诉她照片上的人 并不是Sani 编造了谎言欲瞒过甘雨 这样的说词甘雨明显的不相信 很是难过没有一个人愿意告诉自己真相 而原本要打算和甘雨说出一切的夫人 却因为身体的不是检查出了癌症 夫人难过好不容易和女儿相见自己却没有了多少时间 不忍心让甘雨看到自己死去的样子放弃了相认 并恳求韩万俊替自己保密病情 所以韩万俊才告诉甘雨让她以为自己是母亲不要的孩子而丢在了顾文院 从而放弃去寻找母亲的念头 如今韩万俊的记忆恢复 地皮怕事很难弄到手 会长生气自己一心想要开展抗衰中心的事业成为泡影 把怒火发泄到了秀琳身上 而秀琳故意挑拨说韩万俊要与自己离婚的目的就是要和会长女儿结婚 惹得会长大怒 并不知女儿病情的会长指责她不该和韩万俊走得太近 然而对于夫人来说韩万俊就是自己的恩人抚养甘雨这些年来时多么的不容易 会长并不理会这些命令女儿明天一早就出国离开 可明显夫人现如今也不想再被父亲控制 情绪激动之下夫人的身体再次难受起来 而甘雨为了弄清楚夫人到底是不是Sunny找上圆美 问起当时她要告诉自己绝不能和魁仁结婚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原来奇怪父亲已经恢复记忆却并没告知甘雨的身世 坐等看好戏的她当然不会让甘雨如意 她打父亲和母亲离婚的原因怪到了甘雨头上 而这边韩万俊劝夫人赶紧去接受抗癌治疗 可夫人不知道自己还剩多少时间 韩万俊不想再错过 她拉着夫人的手希望以后大家能在一起生活 恶毒女人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老公千万别和自己离婚 然而男人早就对面前蛇蟹般的女人厌恶透顶执意提交了离婚申请 不甘心的秀林发誓即使离婚她也绝不会让男人好过 随即便派人暗中跟踪将韩万俊照顾其他女人的照片拍了下来 想要以此作为法庭上让韩万俊晋身出户的证据 而圆美生气父亲抛弃自己母女俩的同时 担心父亲要是离婚后真的和夫人在一起 那自己要嫁给魁元成为集团女主人的计划肯定要泡汤 无耻的她拿着照片钱来威胁魁元同自己赶紧登记结婚 不然照片曝光后魁元母亲怕是要被世人指指点点承受舆论的打击 魁元当场拒绝 而甘雨这边在知道夫人就是自己母亲 并且一直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女儿很是愤怒 直到在圣州母亲口中得知当年并非是母亲抛弃自己后 甘雨才释怀 她自责一直以来错怪了夫人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惹对方伤心 等她想要和夫人说明白一切时却发现好不容易找到的母亲既然已经身患重病 此时的夫人已经肺癌晚期怕是时日不多 如今能和韩万俊生活在年轻时居住过的房子夫人内心很是安宁 知道甘雨已经知道了一切大家并没有捅破 既然夫人不愿和自己相认呢 她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般陪在她身边就好 她主动提出希望韩万俊离婚后就和夫人结婚 然而元美在得到会长的同意后就私自做好了和魁元的结婚登记 魁元不同意结婚元美与集团的利益威胁 一旦夫人和韩万俊在一起的事情传开 那对集团就是很大的打击 可会长考虑的只是韩万俊离婚成功的地皮怕是再也没有了可能 女儿和外孙的感受在集团利益面前一文不值 她让元美放心结婚登记用的一切资料会安排历数搞定 当正得意的元美听到甘雨说起父亲很快要和夫人结婚 让元美别再妄想和魁元婚事后气不打一处来的元美找来了海边的房子 气愤指责夫人对自己家庭破坏后将自己和魁元结婚登记表拿了出来 而韩万俊因为秀玲在法庭上拿出托帕赵母黑想要她一无所有 她不得将秀玲当初谋害自己性命的事情对对方提起了诉讼 元美以此指责父亲这一辈子都没把自己和母亲放心上 所以这个父亲她不要也罢 夫人被元美的话刺激到晕了过去 过来的奎原将母亲送到了康复中心会长 这才得知女儿已经癌症晚期 一时脚下不稳差点摔倒 男人和妻子离婚后便迫不及待向初恋求了婚 虽然此时的初恋已经另不久矣 可男人等了他一辈子不想再错过 而借着这个机会甘雨也终于和夫人母女相认 然而当元美听到父亲竟然要和自己的婆婆举行婚礼后 指责父亲抛弃了母亲 为何还要来践踏自己的幸福 奎原拜托元美别再闹下去了 母亲的时日不多 在所剩的时间里 她只希望母亲不留遗憾和心爱的人一起生活 可元美不愿意如今两人已经做了结婚登记 她不会退让 而如今因为韩万俊离婚地皮疑是没了进展 会长本就火大在得知女儿要和韩万俊要结婚后 不顾女儿感受的她直接威胁 如果两人再见面的自己就会让韩万俊消失不见 知道父亲的可怕夫人不得不给韩万俊打句电话 违心地说出只要每次见面都会让自己产生负罪感 提出了分手不再相见 韩万俊听得一头雾水 等他再次打来电话却被会长挂掉并关机 见不到夫人韩万俊心急如焚 面对强势的父亲 在家的夫人也被病痛折磨得苦不堪言 甘雨提出想让父亲帮个忙把松岛的地转让给会长 韩万俊很是诧异不懂甘雨为什么要这么做 甘雨解释这样一来可以让奎原和原美解除婚姻 父亲和母亲也不用这样彼此思念能相守在一起 在他看来珍惜活着的人远比其他东西重要 考虑再三后 韩万俊将松岛低皮的资料交到了甘雨手上 拿着资料的甘雨向会长提出了要求 满是怨恨的母女俩把所有错都怪在甘雨身上 可原美怎会坐以待毙 她联系记者委去哭诉将父亲罔顾人文要和亲家结婚的消息 报道了出来 一时间舆论都是对原美的同情以及对韩万俊的指责 此消息一出会长更是怒火中烧 而原美面对会长的怒火毫不畏惧势必要将集团拖下水鱼死网破 韩万俊没料到原美会步步紧逼将事情闹这么大 不想夫人被媒体唾弃韩万俊接受了记者采访 她向大众公布了她和夫人相识的过程及她对夫人的感情 虽然对女儿感到愧疚和女儿的婚事只是她的一厢情愿 而且奎原正在进行婚姻无效的诉讼 原美被父亲的话气到面不扭曲 作为报复她匿名举报了会长当初满胸杀害干预仪式 导致会长被调查 而会长要秘书来扛下一切责任 不愿被黑锅的秘书倒戈相向和原美联手 她坦白的满胸害人仪式更是爆出这些年会长逃涉数十亿的金额 如此一来会长被带走 就在原美得意忘形之际会长也留了一手 将原美母亲曾谋害韩万俊之事报了出来 奴女俩同台举行婚礼嫁给了最爱的男人 然而就在一家人度过了第一晚幸福的蜜月之旅后 隔天一大早夫人就病情恶化到疼痛难忍 医生让家属做好心理准备病人的坚持已经到了极限 干预伤心昨天都还好好的没有一点预兆 而能坚持到如今夫人没有遗憾 只是唯一对不起干预 又要将她留下一个人先走 服刑中的会长申请了来见女儿最后一面 此时一生固执强势的老头终于是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而害的女儿如此 他向韩万俊极干预道歉因为自己的野心欲望而毁了女儿的幸福 夫人去世虽然悲痛活着的人也要继续下去 奎原向众理事真诚道歉 希望众人能支持她挽救集团 并将原美故意透露商业机密给竞争对手仪式公布开除了原美在集团的职务 母女俩算计一切到头来反而是毁了自己的一生 秀玲故意谋害前夫一世 虽然原美求得了父亲的原谅书 但母亲还是被判刑入狱两年 秀玲还在妄想女儿能想办法把自己弄出去 妈妈 我无论如何都知道我 我会在外国上去 离开的原美向父亲打去电话忏悔过错 知道自己不配做她的女儿 但是还是希望父亲有时间去监狱看望下母亲 韩万俊答应了下来 她叮住原美好好开始新的生活 然而等了萨尼一辈子的她 在以后人生有限的时间里 只能守着曾经的过往回忆过晚一生 甘雨感谢父亲能一直等着母亲 才让自己有了和母亲相认的机会 而善机看着前夫带着女儿和甘雨幸福生活的样子内心释怀 以后的她不会再和盛州来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只要盛州答应自己一周见女儿两次就好 那么要发开 möchte 疑了啊 2人都能发了母亲 我的 знаешь 也是算朋友 这就是最近 每一便 小ót课 岸富 一起闊